俄国总统普廷 以近九成的超高得票率连任 创下了当代俄国得票记录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第一时间透过诸俄使馆发出贺电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也已经致电祝贺 美国国务院则是批评 俄国选举极不民主 欧盟各国也批评 俄国举办的根本不能够称作选举 而普廷连任也让乌克兰民众担心 乌克兰战事可能会升级 必须要做最坏的打算 俄罗斯总统普廷 18号献身莫斯科红场的演唱会 受到在场民众热烈欢迎 三位选战中的手下败将 站在普廷身旁 像是普廷的小跟班 普廷还宣布 从克里米亚直通乌东的铁路 很快就会通车 央视报导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致电祝贺 普廷在申选记者会中也说 对中俄持续合作深具信心 还有跟普廷也很麻吉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更在第一时间通过驻俄使馆发出贺电 15号俄国大选投票期间 金正恩还承受普廷送他的豪华轿车出席活动 不过美国国务院批评 俄国选举极不民主 还说不会祝贺普廷胜选 欧盟各国也抨击 俄国举办的根本不能称作选举 普廷持续掌权 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民众说 必须做最坏的打算 普廷高票连任 会对乌俄战况造成什么影响 还有待观察 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